日前有民众投诉新竹市的水田街还有金国路二段路口处有设计不良的人行道标示 如果跟着人行道指示的方向走会走到机车停车阁或者是撞上标示杆 认为包商便宜形式是否也没有落实查核 新竹市的水田街与金国路二段路口处出现一个设计不良的人行道标示 除了设计在水沟盖上 更扯的是其中一边的人行道指示方向更是往机车停车阁 如果跟着另一边的人行道指示方向走更是会撞上标示杆 有民众看到觉得傻眼气得投诉 实际询问当地的居民也表示人行道的设计确实有问题 它不够平坦而且这边又有这个号式灯在 对对对 你设人行道就是要考虑到行人走的时候能够顺畅能够爱情 人行道应该在上面吧 已经习惯了啊 看它路就这么宽 对此交通处表示两侧的行人穿越道 因道路的侧边有障碍物需要做迁移 加上中央分割岛的位置施工骑程较长 先标示人行道目的是为了让行人在过马路时有安全的停等空间 并非引导民众行走在马路上 不过此举投诉的民众可不买单 他表示路口的行人标线根本就是包商便宜行事 以及市府未查核的结果 除了设计在水沟盖上更是引导行人去撞标示杆以及机车 市府错误在先怎么会反过来指责行人误解 交通处补充 经国路沿线路口的安全改善有中央的核定补助 未来将会纳入失作 虽然台湾的马路空间狭小 许多民众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但这并不代表行人的安全设计可以妥协 即便在不宽裕的道路上人区拥有安全便捷的通行空间 记得徐志迁新主采访报道